嗨 新一期的主角 我是小师傅 看了身后这个场景了吗 奔驰的快闪电 这里面展示的是新一代的奔驰一集 本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款奔驰一集 奔驰快闪电 六日两天 在天津恒隆广场一楼中厅和大家见面 那么这次呢 他们是带来了奔驰翼 是两款不同颜色的 一个白的 一个有点类似于深蓝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具体是什么名称呢 我要再后期查一下 这款车呢 奔驰一集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 在今年一月份 也是刚刚的上新 那么前段时间 也就是六月份吧 它也是进行了2024款的升级 其实整体的改变呢 很小 只是将原先的内置的行车记录仪呢 变成了选配 对于一些选装的东西呢 又增加了 那么刚才说的这种 有点深蓝色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款 新款的奔驰翼呢 它的前脸又进行了重新的优化 尤其是大灯回归到了原先经典的花生灯的造型 力标 买奔驰翼就得买力标 这种深蓝色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不如黑色来得有气场 这个还是比较年轻的 那么此外呢 尾灯呢 是变成了新灰的尾灯造型 原先呢 是那种光柱 现在变成这个尾灯了 你们喜欢吗 那么新一代的奔驰翼级呢 它的车机系统是进行了优化 那么前面呢 是奔驰的最新的这种大屏 这是三块屏 组合成的 那么中控屏和副驾驶都有独立的屏幕 而且车机系统呢 是采用了最新一代的第二代的MBOX芯片 也是最新的骁龙8295芯片 也是目前豪华品牌当中首款 使用这款芯片的车型 后排的改进呢 就是对于它的轴距进行了丢丢的加长 同时呢 坐垫包括整个座舱的氛围感 又进行了提升 尤其是座舱的氛围灯 我们都知道这个奔驰的氛围灯 在业界当中 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次呢 它在整个后排的氛围灯的基础上呢 又进行了环抱式的重新优化 使得整个氛围感更加的强烈 同时呢 座椅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那再有就是后窗的遮阳帘 都是电动的 包括脚窗 新一代的奔驰一级呢 也是加入了脚窗 那么整个看到了吗 后门的这一部分区域 就是我们视频当中 显示了这一部分区域 是不是有点像麦巴赫 奔驰的这个头枕 是行业当中 都是非常追捧的设计 包括从原先的麦巴赫上呢 一直开始现在下放到奔驰一级 这个头枕 它的柔软度 非常非常的舒服 保持了整个奔驰的一个调性 就是优雅舒适啊 那这个头枕 其实网上呢 也有一些配件 我个人觉得质感呢 不如原厂来的强烈 因为我之前呢 也买过多款 后来呢 还是奔驰自家 自己的头枕 是最舒服的 那么眼前的这一款 白色的奔驰翼呢 市面上我怎么说呢 流通性会比较的少 因为很多人买奔驰翼呢 不会买黑色 黑奔白马就这么说了 但是呢 可以通过这种设计 非常强烈的撞色 可以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它的中网格栅这一块 它是开了眼角 而且呢 是采用了黑色进行装饰的 有点熊猫配色 那再有这个花生大灯 这个花生大灯 也是奔驰最新一代的数字大灯 在夜幕下呢 它会有很多的光柱效果 这个叫数字流星大灯 这个大灯不便宜 选装的话也要大几万块钱呢 兄弟们啊 体验了一下苹果的Vision Pro 还有点不习惯啊 这次的体验呢 结束了啊 就是一个快闪电 两台奔驰翼 还有一个苹果Vision Pro 总的来说呢 其实现在呢 买这个奔驰翼 还是比较合适的 现在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具有竞争力 当然这个 宝马奔驰奥迪呢 已经三家联合已经说了 要退出价格战 奔驰翼级很快就要赢来涨价了 如果你非常喜欢奔驰翼的话 我请你现在赶紧出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